我回應一位姐妹的分享 關於半杯水 如果用恩典的方法說 其實借先生說的時候 都是有很多恩典 但怎樣強調呢 譬如有半杯水 有些人會很開心 有半杯水 很好 有水喝 有些人會說 沒有水喝 只有半杯 只有這麼少 就會這樣埋怨 這個應用在神的一年怎樣看法呢 其實我們人生是有很多神的一年 神的一年是滿了的 但我們人生的確好像半杯 因為我們人生有很多困難 因為我們活著世界上 如果上到天內 全都滿了 都是一年 在地上的確 每個人都有困難 如果我們看過恩典的時候 恩典很多很多 就會激勵我們了 即是說 用恩典來激勵 原來是神愛我們這麼多 在這麼困難的情況 神經常幫我們 神提醒我們 神感動我們 神帶領我們 有很多恩典 於是我們就會被神的愛激勵 神啊 我看到恩典 我就有信心 並一 我不介意那些困難 在世上 我不介意那些困難 在世上 我不介意那些困難 就是恩典推動 在世上 不是我們要去看恩典 即不是我們要 變成了介面 我們要看恩典 而是神有很多恩典 當我們看的時候 神的恩典救我們 於是 整個人輕鬆了 雖然世上很困難 但是 不難了 我們看到神的恩典 經常用恩典來推動 人們就會更加開心 譬如我鼓勵人去祈禱 我會告訴他們 神真的有很多恩典 等著送給我們的 當我們一親近祂 祂很開心 見眼不見眼地笑 一親近祂 祂就將福氣淋下來 所以我們親近神 心裏知道神的恩典就會很有動力 在看聖經 其實聖經是有很多智慧的說話 令到我們這個信用很堅定 所以當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人就會變得很正面 很堅定 這就推動我們去看聖經 總是用恩典來推動 我謝仙所說 只是強調 更清晰地說到恩典 於是人有推動力 去遵從介面 一親近一會兒 一親近的心 我會再看聖經 我從支揮復